麻煩蔡老師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好,大家好 這幅畫也是航道系列 也就是我一直用船來表現道德經的題材 那這幅畫的主題叫做 簡固人廣 簡固人廣 節簡的簡 推廣的廣 它的意思是說因為簡約不浪費 所以萬物的效用可以推廣延展開來 那首先呢,我把這句話簡固人廣的兩個關鍵字 節簡的簡,推廣的廣兩個字呢 也是應用我常常會慣用的手法 就是中文字跟船的造型的結合 我們首先來看看簡這個字 這是節簡的簡 然後呢,我把它稍微做一個旋轉之後 就產生了這個字了 但是它也是跟船的造型去結合 那它是畫面上的這個 紅色的這艘很小的 紅色底的這艘小的船 就簡跟船的結合 OK 那簡固人廣的廣 應該在畫面上就很容易辨別嘛 就這個最大的金黃色的部分 就是廣跟船的一個造型的結合 OK 那現在我再進一步的來做解釋 我是用很小的這一艘簡船 然後放在畫面的中央 它的四周呢包圍著一艘很大的廣傳 然後以此來表現 由簡而向四周去推廣開來的 這樣的廣展開來 那畫面的這個背後呢 我是用了許多大大小小各種形色的點 那這個意味著我們所處的那種繽紛的環境 然後這個簡跟廣的船在航行在其中 另外呢 這個我們畫面上這些金黃色的部分 我是用金箔貼的 那用我是借用金的它的延展性 來表現由簡至廣的這樣的一個推展性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含義就是說 我將簡約看成像金一般的珍惜 希望我們對待萬物似同金一般的珍惜而不浪費 OK 那也可以說《道德經》這句簡固能廣 放在我們當代裡面 就是我們現在常常非常注重的環保 所以這也是我畫這一張畫的一個很大的用意 OK 以上是我簡單的簡要的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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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